据说海伦娜在梦中看到天使向她显现,告诉她真实自驾被埋在耶路撒冷的某个地方,督促她前往圣地寻找真实自驾。 天使的显现和话语深深触动了海伦娜,她决心前往耶路撒冷。 真实自驾,据称是耶稣基督被定十字驾时所用的木头十字驾,在基督教传统中,真实自驾作为耶稣为人类带来救赎的标志,具有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 围绕在真实自驾的周围,有许多神秘的传说与神迹涌现。 病人在这些事变前祈祷后痊愈,军人在战争中因之获得奇迹般的胜利,或者受影响出现的枯木逢春之类的骑士,都被信徒们视为真实自驾神秘地上证明。 这些故事像是夜风中黑暗处传来的不明身份者的咒导,既让人心生敬畏之情,就让人忍不住去想要探视那隐藏在世界灰暗地带的真相。 真实自驾的木材,根据十三世纪成书的基督教人物传记金色传奇。 那块钉死耶稣的十字架的木头来自于圣经创世纪中所描述的生命之树。 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的第三个儿子赛特将该树的一部分又在亚当的坟墓上,长成的树一直存活至所罗门王时期。 所罗门王下令将树砍掉,计划将其用作第一圣殿的一根横梁,但它并不适合做横梁,后被用于造桥, 是把女王在前往拜访所罗门的旅途中经过了那座桥,她被那段木头的神秘力量所吸引和倾倒。 所以跪下向那段木头表示敬意,在拜访所罗门时,他告诉他,那段木头将导致犹太人与上帝之约的更新迭代,一种新秩序即将诞生。 所罗门王闻听,担心犹太人会因此而遭毁灭,就下令将那段木头埋起来。 多个世纪后,那段木头被挖出来做十字架,并被罗马士兵用于钉死耶稣嫉妒,发现之旅。 多罗马帝国历史学家索奎德在教会史中描述了罗马帝国皇后圣海伦娜,也就是君士坦丁一世的母亲,寻找真十字架的传奇故事。 据说海伦娜在梦中看到天使向他显现,告诉他真十字架被埋在耶路撒冷的某个地方,督促他前往圣地寻找真十字架。 天使的显现和话语深深触动了海伦娜,她决心前往耶路撒冷,寻找这一极其重要的基督教圣物。 当时,皇后亲临耶路撒冷,教人摧毁了剑在各个他定死耶稣的地方上的威纳斯女神神殿,在该处带人挖掘并找出三个十字架。 此后,她教人找了一个重病的女人去依次触摸那三个十字架。 到了触碰第三个时,该名重病的女人竟然立刻康复,这证明了该十字架就是真十字架。 海伦娜分别将部分真十字架带到军事坦丁堡和罗马城,其他的则装在银匣中交由耶路撒冷主教保管。 军事坦丁堡的真十字架片段后来在战乱中下落不明,而罗马城的真十字架片段被流传下来,现在被保存在罗马耶路撒冷圣十字圣殿和圣彼得大教堂。 东罗马萨山波斯战争期间 602-628年东罗马萨山波斯战争期间,波斯萨山王朝皇帝霍斯劳二世在攻占耶路撒冷后夺走真十字架。 后来东罗马皇帝赫拉克里乌斯在628年的反击战中击败波斯人,取回真十字架。 根据黄金传说一书的描述,赫拉克里乌斯在夺回真十字架后,曾亲自扛着真十字架骑马进城,这违背了当时牧手的要求。 当他行进到城门口时,由于十字架过重,再也无法前行,他只好下马并摘掉皇冠。 这时,真十字架奇迹般的变轻了,城门也自动为他打开。 也有一些学者对此传说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法国历史学家康斯坦丁·祖克尔曼认为,真十字架在当时已丢失,赫拉克里乌斯带回的只是赝品,设计这一骗局是为了满足赫拉克里乌斯和他的盟友波斯将军沙赫尔巴拉兹的政治需要。 十字军东征时期,1009年,当时统治耶路撒冷的伊斯兰教法、蒂马王朝政府下令摧毁圣木教堂,一些基督徒偷偷将部分真十字架藏了起来。 直到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欧洲军队夺取这座城市时,这部分十字架才再次露面。 当时,耶路撒冷的第一位拉丁木手阿诺夫·马俄克尔恩,曾对据称拥有真十字架藏片的希腊东正教牧师进行过拷问,以便找到被藏起来的真十字架藏片。 阿诺夫找回的圣物是嵌在金十字架中的一小块木头,他随即成了耶路撒冷王国最受尊重的圣物。 后来,在哈丁战役中,十字军将这部分真十字架带到战场上,希望他能为他们带来胜利,但由于轻兵冒进,最终却遭遇灾难性的失败。 埃及、阿犹布王朝、苏丹萨拉丁的军队不仅赢得战役,俘虏许多十字军士兵还夺取了真十字架,耶路撒冷在此战后也为穆斯林所攻占。 据说,萨拉丁在夺取真十字架后并没有销毁他,而是将其作为战利品保留下来,以此展示他的战绩,以及自己对基督教圣物的控制。 一些基督教国家统治者,如英格兰的师姓王理查德、拜占庭皇帝以撒二世和格鲁吉亚的女王塔玛尔,在那之后曾尝试从萨拉丁那里赎回真十字架,但并未成功。 真十字架的消失,一二一九年,第五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十字军曾围攻尼罗河河口的达米埃塔城,当时控制该城的阿犹布王朝苏丹卡米尔曾表示,愿意将真十字架归还十字军,条件是十字军放弃围攻达米埃塔。 但真十字架最终未能交付给十字军,因为卡米尔实际上并不拥有真十字架,之后真十字架便从历史记录中彻底消失。 残片的真伪,进入现代,希腊东正教会在耶路撒冷的圣部教堂,叙利亚东正教会在耶路撒冷的圣马可修道院,以及亚伯尼亚使徒教会和埃塞和比亚东正教哈多教会,都声称拥有一小篇真十字架。 科学家对一些真十字架的真实性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他们曾尝试通过碳十四定年法来鉴定这些木片的年代,但结果往往是模棱两可的。 无法用于证明这些残片系来自于传说中的两千年前的那一棵神奇的树,人们始终无法揭示相关的历史真相。 科学界的每一次的尝试,似乎都只是让这些残片上笼罩了更多的遗云。 在每一个深夜,当世界陷入沉睡之际,真十字架的秘密仍旧在时间的迷雾中轻轻摇曳飘浮,对于那些虔诚的信徒和好奇的探秘者来说,真十字架不仅仅是基督教的圣物,更是一个永远无法探索静静的历史谜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